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19日 已經是星期日了 今天是父親節 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聽到的時候 應該是晚上的了 我們錄音就是早上起床錄的 星期五 當日 中央政治局召開了 緊急會議 為甚麼說是緊急會議呢 因為這個會議 可以說是比平時提早的 以往 即是說說過今年 那麼多次的每月 政治局的可以叫例會 順例也要召開的 通常都是20多號 月底 即是到 25號左右 或是走前前後 這次竟然做了10天 而是 這次會議出現了一個奇怪情況 有最少 有最少 7個中央 政治局委員 是缺席的 情況有點特殊 我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這件事 這個會議由習近平主持 是關於第十九屆中央第八輪從巡視金融單位整改進展情況的報告 美其鳴 研究金融報告 實際上 還有其他會議 其他的內容沒有說 我想 最重要 這個金融只是我們掩飾 其他會議才是最重要的討論範圍 今天就讀一讀給大家聽 因為他可以兩三分鐘讀完 讀完之後跟大家分析 這次會議 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高度重視巡視工作 把巡視作為推進黨的自我革命 全面重嚴治黨的戰略性制度安排 巡視工作圍繞中心 服務大局 把兩個維護作為根本服務 聚焦職能責任強化政治監督 堅持發言問題 形成震懾 推動改革 促進發展 發揮了反復利劍作用 沒有一個東西是實際的 全部都是虛的 會議指出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將 找巡視整改作為推動金融業改革發展的重要舉措 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指示 為整改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從 推動巡視整改取得階段性成效 金融單位 黨委 黨組 理行整改主體責任 對照巡視反貴意見 找好落實 一些達出問題 和風險隱患得到化解 領導班指 幹部隊伍和基層黨組織建設得到加強 紀檢監察機關 組織部門加強 整改監督 對質出問題 開展專項治理 嚴肅查處一批 違法的問題 有關職能部門 用好巡視成果 完善制度機制 加強行業監管 這裏最重要的是甚麼 最重要的是 第2項 推動巡視整改取得階段性成效 中共一看到這些字眼 階段性成果 階段性成效 即是失敗了 因為如果中共是得到成功的 他會寫著全面勝利 得到重大的成果 而這個階段性成果 即是失敗了 好像上海清零也一樣 階段性成果 即是失敗了 會議強調 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不斷增強四個意識 堅定四個自信 做到兩個維護 提高政治判斷力 政治領悟力 政治執行力 深刻把握金融工作規律 深刻把握金融工作規律 深刻對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認識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 堅持和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新發改革創新 以動真碰硬的狠徑 一找到底的引勁 持續 壓實 整改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 從政治上 思想上 組織上 作風上 紀律上 全面強化 強化鹽的氛圍 推動金融單位 黨委 黨組 全面找好整改落實 建立常態化 長效化機制 不移事整改 融入日常工作 深入深化改革 融入全面從嚴治黨 融入班子隊伍建設 為金融業健康發展提供堅強政治保障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會議主要的主題就是其他事項 上面那些大家可以當沒有聽過 因為這些是虛的 全部都沒有實際的東西 沒有任何的實務 全部都是講這些黨八股 我們講真真正正這次的會議目的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演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最近訂閱Patreon的人數開始指摘回聲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繼續努力 繼續支持 說回這次會議 有一個最大的特點 就是缺席人數很多 現在中共這個政治局 總共有25人 有18個委員 有7個常委 當然常委 當然是領導班子 最高權力的那幾個 政治局 常委有排名的 但是政治局委員沒有 我們早幾集跟大家說過 政治局委員 陳全國 做了胡春華的副手 大家都是同樣政治局委員 沒有分高低的 不過竟然陳全國就做了 農業小組的副組長 而組長就是胡春華 跟大家說回18個 中央委員加7個常委 即是25人 竟然有7個人 是缺席的 哪7個呢 就是兩個軍委副主席 許其良 張悠俠 三個直轄市市委書記 北京市委書記 蔡奇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以及 天津市委書記 李鴻忠 剛才所說蔡奇 就是 這個是習家軍的走狗 李強也是 本來打算接班做常委 搞出上海一個大頭髮 然後李鴻忠本來不是習家軍 後來全面倒向習家軍 走狗中的走狗 他曾經提出 對習近平 要忠誠的不絕對 就等於絕對不忠誠 即是說你如果不是絕對忠誠於習近平 就等於絕對不忠誠於習近平 說出來 每人都吵吵吵聲 有這些走狗的人 比起當年 林彪說的那句 對毛主席 要服從到盲目程度 更加過分 因為 忠誠不絕對 就等於絕對不忠誠 這樣倒不是盲目之盲的 基本上 要當神看待 繼續說回還有哪幾個決席 還有副總理孫春蘭 還有楊潔篪愛事務主任 楊潔篪愛事辦主任 大家看看這隊伍裏面的人 大部分都是習派 除了楊潔篪是江派之外 7個裏面有6個是習派 當然 許其亮算不算是百分百習派呢 我不敢說 張友和一定是 這次大會 主要的事項 其他事項最主要的就是 前幾天習近平就簽署了 軍隊非戰爭 軍事行動 干擾 這個基本上 就是 習近平 無限將軍委主席的權力擴大 的一個命令 這個命令是受到黨裏面的反對 而這次就要修改習近平的命令 不准了 奇怪就奇怪了 這個會議究竟是誰要召開的呢 因為召開這個日期提早了 不是正常的程序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這個會議是習近平要求召開的 沒有理由他一群馬仔不出現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要跟別人揮揮 你會跟黑社會說話 你起碼要帶多幾個男子去嘛 有些聲勢嘛 好了 你當許其量不是百分百的習近平的人 張入俠一定是 沒有理由 討論那麼大件事 他們兩個也不出現 還有三個 走狗的市委書記 這三個都是直轄市 北京 上海 天津 四大直轄市佔了三個 你想一下 既然要跟別人開片 或是要跟別人作一個鬥爭 沒有理由你不是紮行馬 竟然一大群流羅全部都沒有 除了楊潔篪 這個江派的人 還有孫春蘭 你當孫春蘭有空就去了其他島 其實不必有那麼多事情做 那麼多習派 都是集體缺席 這個會議 我覺得是來得很急 急到他們準備不及 而習近平是被迫召開 第二 就是這個會議沒有說出來的 就是要否決 或者更改習近平簽署 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 干擾這個文件 正如 好像上一次 即是去年11月 六中全會那次 習近平推出了一個要修改中共 這個 非常重大決議 結果被一個人否決 就是宋平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這次習近平應該是被人特襲的 亦都沒有符 他通過這個命令 是想著把他的權力 無限放大 是要 做得反過來 他要指揮槍 要槍指揮黨 他 差不多要另立中央 因為中央是 不同的 結果現在 整個政治局反撲了 所以這次我認為 當然 後面的元老撐腰 元老撐腰就是要否定習近平 他 通過 這個 軍委主席擴大自己權力 的簽署命令 命令也不讓你改 可以看得出 現在的習近平 可以說全部難行 然後習近平有甚麼要做呢 同一天 他還出席聖比德寶國際經濟論壇 全會 也支持 當然這個會是網上會議 但他不是非聖比德寶 這個會議是說甚麼 就是我們 要跟俄羅斯加強溝通 但他支持完之後沒有甚麼實際話說出來 我們也即時聯想起 俄羅斯聖比德寶 股票交易所 說可以買賣港股 明天大家可以在 俄羅斯聖比德寶買賣港股 那麼究竟這件事是怎樣 很明顯 俄羅斯想強行來 想放習近平上台 習近平不肯 現在被鬥得慘了 把港交所放上台 誰知道港交所第一時間出來 說不關我的事 只是單方面而已 和我沒有關係 很明顯 其實之前談過 不過 現在的政治形勢當然是不可以啦 當然是不可以跟你合作啦 為甚麼要制裁我們 到時 港交所被踢出消費筒 我們以後怎麼交易 是不是 用盧鋪交易 所以 整件事是有關聯的 即是說 層層 扣連在一起 現在習近平 每做一件事 中央都盯緊 現在的中央 不是習近平的黨中央 這個情況 其實跟華國鋒當年在80年正式 這個正式收皮之前 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不要忘記 很多人 記憶沒有那麼清楚 我們拆分文獻 拆分歷史 1980年 當年的華國鋒 還是 軍委主席 以及黨主席 但是 他已經是沒有實權 已經沒有了 實際的權力 但是 文章每天都在吹捧他 還是說英明領袖 偉大領袖 毛主席 英明領袖 華主席 他的相片 還是跟毛澤東並列 直至他 辭職 不繼續做了 辭任所有的 這些職位 才會把他的相片換下來 所以大家有時候 看東西要看得 清楚一點 我們看到習近平最近幾次會面 或者幾次露面 幾次動態 全部都是很虛的東西 除了四川考察那次想去求助之外 李家超 規格已經是小過 李克強 然後 最近做了三件事 就是會見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巴切萊特 跟金磚國庚外長會 開幕式發表視頻支持 以及剛才說聖秘得補國際經濟論壇支持 全部都不是實際的東西 這些 嚴格來說就是一個虛衛員手做的東西 現在習近平就是這樣 所以 這一旺東西 已經塵埃落定了 即是說 習近平 暫時我們看不到他有任何翻身的機會 也沒有任何翻盤的機會 當然 是不是直至 這個二十大 才可以知道 北戴河會議之後 就會有 詳細的公佈了 即是說 他可能是宣佈退休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即是 現在習近平要反抗 其實越來越少機會 當然 軍隊我們認為 他是 沒有辦法全面指揮的 當然 國部指揮造成小衝突 又或者 他 要 找一隊突擊隊去發動一些攻擊 然後假裝說 中共的船隻是被攻擊 要挑起一場戰爭 也不是完全零可能的 正如 七七路溝橋事變 大家 再認真看看 七七路溝橋事變 最後 被人家找到蛛絲馬跡 原來 就是當年的劉少奇 他挑起的 令到入軍要全面侵華 他就可以解他們 滋圍 習近平 有沒有那麼聰明 學劉少奇呢 他學毛澤東就學得厲害 有沒有學劉少奇呢 這件事 真的 要看過才知道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如果接下來有新動態 會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是最update的新動態 拜拜